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宋唐 一如采访报道 中俄朝走进专家解析未来变数 目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 本身就带有分化欧洲的信息 法国怀疑美国霸权 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则是中共渗透欧盟的前沿阵地 但与五年前相比 中共因实质上支持俄罗斯战争 欧洲政治气氛已经截然不同 中欧结构性分歧很难化解 中共维系与西方关系谋途经济利益的同时 另一方面又在加注与俄罗斯 朝鲜反美轴心的合作 专家表示 俄乌战争促使中俄朝结盟 但三国关系越紧密 矛盾就越显著 俄乌战争下中俄朝走得更近 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与大多数国家反应不同 中俄朝反而加强了经济 外交和安全的联系 中共为莫斯科提供战时经济命脉 与外交支持 并提供大量机床 无人机和发动机 以及导弹 微电子和消化纤维技术 维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布林肯4月26日 在北京与中共高层会面直接指出 没有中共的支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将难以维持 自2012年以来 普希已会晤40多次 并宣称 双边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 有意无上限 合作无禁区 彭博社报道 普京在5月份就任第三任期后 可能会在5月15日至16日 访问北京 俄朝关系 自苏联解体后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两国重新恢复关系 2022年7月 朝鲜通过外交 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023年7月 俄罗斯国防部长希尔盖 少一谷访问朝鲜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长 自1991年以来 首次访问朝鲜 少一谷要求平壤出售更多火炮弹药 金正恩 2023年9月 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举行首脑会晤式双边关系的突破 2024年1月 朝鲜外交部宣布 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战略和战术合作 以捍卫两国核心利益 并建立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今年4月份 朝鲜对外经济关系部长 对伊朗进行罕见的访问 这是平壤通过扩大与莫斯科关系 来培养外交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同在4月份 中共第三号人物赵乐际访问朝鲜 在平壤会见金正恩 表示新型世下中方 愿同朝方一道 推动中朝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祥 对大纪元表示 美国是中俄朝三个国家共同的敌人 他分析说 目前对俄罗斯来说 俄乌战争是当务之急 最重要 其他的话虚位都暂时摆在后面 朝鲜也可以借着俄罗斯 化解它原本外交上孤立的处境 趁这个机会跟伊朗搭上线 当然 作为武器弹药交换条件 俄罗斯必然要满足朝鲜 让它拿到需要的一些民生物资或能源 甚至趁机向俄罗斯要求一些军事技术的转移 俄罗斯也是公开对外讲 它会提供一些朝鲜需要的技术 但前提必然是无损于俄罗斯 刘肖祥表示 对中国来讲的话 虽然目前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 还透过购买能源或其他原物料 变相支持俄罗斯经济 但俄罗斯更希望中国能够明确表态 甚至对它军援 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它对俄国态度保留 不想要被扯进俄乌战争 也希望跟欧美维持经济关系 所以朝鲜这时候对俄罗斯提供弹药 在相当程度上 可以缓和俄罗斯对中国要求军援的压力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 对俄罗斯从朝鲜进口军火 是乐观其成的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荣誉教授丁树范 对大纪元表示 这三个国家能够聚在一起 最大的外在力量还是美国因素 但他们彼此各有不同的盘算 丁树范认为 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盘算还是俄乌战争 怎么去因应美国跟北约 来维持在俄乌战争里面的优势 打破美国跟欧洲国家对它的制裁 甚至分裂美欧 朝鲜最主要的考虑 可能是怎么样扩大自己求生存的空间 它被国际制裁孤立很久 经济状况不是挺好 缺粮食 缺外汇 如果能够卖大量弹药给俄罗斯 赚一些外汇的话 对自己的经济是有利的 朝鲜也会从俄罗斯进口一些能源东西 作为一种交换 丁树范表示 中国也希望透过跟俄罗斯的联合 打破美国的压力 它现在可能除了没有 直接提供致命武器以外 大概什么都提供 维持俄罗斯既有的武器装备 把美国长期拖在欧洲 分散美国台海或印太地区的注意力 如果俄罗斯战事不利的话 普京的地位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共应该乐见朝鲜卖这些炮弹给俄罗斯 让俄罗斯能够战争撑下去 三方关系越紧密 矛盾就越显著 专家表示 中朝俄关系并不是牢固的三边伙伴关系或联盟 而是一系列互利权益交易 三国关系越紧密 矛盾就越显著 刘肖祥表示 这三个国家目前越走越近 但只是暂时的合作 他们没有共同的信念或意识形态 俄罗斯过去从来没有正视过朝鲜 现在是形势所逼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中国跟印度大概是它目前所剩下的两个大国的战略支柱 印度走平衡外交 相对来讲 北京又比印度来得可靠 他说 中国目前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 但在美俄中三角里 也只有俄罗斯够分量能够协助他对抗美国 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中国即便担忧受到美国制裁 他也一直很小心游走在灰色地带支持俄国 同时也不希望俄罗斯太过于虚弱 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并不利于帮他对抗美国 短期间三国国家合作当然是有利 但中长期来看的话不一定 要看俄乌战争战况如何 中间的变数比较多 美国在印太围堵中国态势基本上很明朗的 相对来讲的话 中美关系可能会比俄朝关系更重要 刘肖祥表示 中俄关系越紧密 矛盾就越显著 因为两国本身有结构性问题 边界问题 过去的历史情仇 他说 俄罗斯有人口危机 本身地广人稀 但在领土问题上是寸土不让的 过去担心中国移民变向收回过去中国被割让的领土 所以领土问题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变数 也就是说 俄罗斯还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潜在的对手 俄国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前 俄国民众对中国有相当的戒心 但等到出现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美国之后 态度马上改观 暂时搁置起见 但是如果美国的威胁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中俄两国之间的一些前代矛盾又会慢慢浮现出来 中俄两国都在提防朝鲜 刘肖祥表示 对中俄而言 朝鲜的角色基本上是帮助平衡美国 但中俄都不乐见于朝鲜在朝鲜半岛乱搞 万一朝鲜核武技术真的越来越成熟的话 会不会从此不受控 中俄应该都不乐见这种情况的发生 所以即便支持朝鲜 也会留一手保持对朝鲜的控制力道 远东开发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复苏很重要 它每年都要召开远东经济论坛 吸引印太地区的投资 如果朝鲜在朝鲜半岛制造核武危机 必然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开发 虽然目前俄罗斯也有求于朝鲜 但俄罗斯不会让朝鲜无止境地对外动核 或制造核武危机 刘肖祥表示 中国当然也希望维持对朝鲜的影响力 这也是对美国的筹码之一 因为金正恩不可捉摸 加上他本身有核武 朝鲜在东北亚大家都非常头痛 但是也不会放任他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丁树范表示 朝鲜是铁了心搞核武器 不管联合国和美国怎么制裁 当朝鲜真的有核武器的时候 北京心理上也会顾虑的 因为朝鲜有核武器的时候 会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局势 日本会不会想跟着哟 韩国内部也在讨论这个话题 这会让整个东北亚状况变得复杂 中共也担心俄朝关系走近 会影响中共在朝鲜的影响力 丁树范表示 中共应该会担心俄罗斯跟朝鲜关系太近 导致自身与朝鲜关系变得相对比较疏远 中共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如果以史为鉴的话 1975年北约统一南约后 跟中共开始撕破脸 更依赖当时的苏联 朝鲜有一阵子 跟中国关系不是挺好 金正恩在巩固权力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一度是跟中国关系比较远一点 因为把他的故障杀了 他的故障被认为是最亲中国共产党的 当时俄罗斯也没有特别采取什么行动 来跟朝鲜关系拉近 他说 可是现在俄罗斯为了俄乌战争的需求 跟朝鲜的关系拉近以后 中国比较担心 俄罗斯会不会偷偷提供金正恩需要的导弹技术 朝鲜有了精准飞弹以后 如果再有核武器 会不会让北京觉得更难影响它 这可能是北京比较担心的 未来变数 目前美国已经进入大选年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会对俄乌战争及中俄朝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丁树范表示 即使川普再重新回来的话 美国跟俄罗斯 朝鲜彼此猜疑还是太重了 短期间让美俄 美朝关系改善 难度还是蛮高的 美国内部有一群人 极度反朝鲜和反俄罗斯 这都需要一些很长的时间去酝酿 所以川普即使真的能够胜选 他在短期间真的要改善跟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 难度还是蛮高的 刘肖祥表示 川普如果真的上台的话 确实是一个大变数 但是不管他怎么不易捉摸 也不会做影响自己的动作 即便他要结束这个战争 也可能用一些比较和缓的手段 去达到他的目的 操之过急的话 可能反而对他不利 最有可能的发展 是如果川普真的选上 可能会限缩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力道 慢慢迫使乌克兰接受限制 愿意跟俄罗斯和谈 用这种方式解决掉这场战争 他说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打消耗战对乌克兰非常不利 乌克兰如果没有美国或西方的军事援助 可能很快就会输掉战争 西方援助不能够及时到位 乌克兰在战场上 打得非常非常辛苦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